比国足还惨 亚洲冠军事与赛四轮不胜 三名球员赛后冲下大巴车 情绪失控 与球迷发生冲突 或遭禁赛 大家好 我是胖周 欢迎大家来到本期的胖周聊球 那么视频的开头还是烦恼 各位球迷朋友给胖周的这条视频点点赞 您的点赞将会让更多喜欢中国足球 喜欢亚洲足球的球迷呢 看到胖周的这条视频 那么咱们言归正传聊一聊 本轮的事与赛 那么目前来看 四轮失与赛结束之后 A组B组两个小组的出现形式 基本上趋于一个明朗化 咱们小组目前来看 沙特12分排名第一 他将会跟9分的澳大利亚 和6分的日本这三支球队 去争夺两张直接的出现权 那么另外一个小组 A组其实有一支球队 境况比咱们国足还惨 他还是一个亚洲冠军级别的球队 那么此前大家都认为 其实A组这个小组呢 形式实力各方面会更接近 但是没有想到 万万没有想到 这个小组 其实韩国和伊朗两支球队 也算是能够并驾齐驱 两支球队 基本上就目前的形式来看 要锁定小组前两名了 目前呢 身后的球队都已经被远远的甩开 甚至都已经甩开了 第三位置上的黎巴嫩 那么之所以这个小组 失去了悬念 正是因为这个小组 原本被大家看好的 亚洲冠军伊拉克 他们这支球队 状态低迷而导致这个小组 形成了严重的两极分化 让韩国和伊朗成为了最大的受益者 两支球队并驾齐驱锁定了小组前二 而伊拉克呢 目前跟国族一样 他们是A组的小组第五 咱们国族是B组的小组第五 但是呢 伊拉克目前的境地 却比国族更惨 为什么要这么说 因为伊拉克截止到目前为止 他的四轮比赛 一场都没有赢 收获了三场平局 一场输球 收获了三个积分 但是要知道 他这四场比赛 仅仅打进了两个球嘛 咱们国族四场比赛还进了五个球呢 他就进了两个球 这就足以看出伊拉克目前这支球队 他的状态是多么的糟糕 这支2007年的亚洲威德冠军 对吧 这个昔日的亚洲冠军霸主级的球队 如今在这一次的12强赛上 状态如此的糟糕 能够看出此前受到了换帅的影响 让这支球队持续的低迷 一蹶不振 那么这支球队目前内忧外患 似乎呢 我们比赛中其实这支球队综合实力还是有的 但是呢 在最后时刻遭遇了阿联酋的独秒绝评 遭遇了一个黑色三分钟般的至暗时刻 那么正是因为遭遇了对手的这样一个绝评球的绝杀 那么最终也是让伊拉克球迷在赛后彻底的情绪失控了 在赛后 那么根据咱们国内著名的足球记者苗元 他带来的最新报道显示 那么赛后的伊拉克球迷也是围攻伊拉克队的大巴车 那么并且呢 我们看到三名伊拉克的球员也是冲下了大巴车 情绪失控 近距离的与球迷发生了肢体冲突 那么这也就意味着这三名球员接下来 虽然说被及时的控制了他们的一些行为 但实际上这三名球员的名字 已经被官方媒体给公开的点评出来了 对吧 点评出来之后也就意味着 接下来三名球员可能会遭遇亚苏联的重要的处罚 因为要知道 这个时候这个事件已经上升到了一定的高度 因为你球员这个时候说实话 你如果受到球迷的挑衅也好 是吧 辱骂也好 你这个时候你听着就是了 对吧 毕竟你的成绩不行 对吧 你有什么理由 什么借口 冲下大巴车跟球迷发生冲突呢 很显然是不合时宜的 因为你球员这个时候作为一个公众人物 这个时候你肯定不可能做这件事情 对吧 一旦你做了这件事情 你肯定要为了你这些不负责任的行为 而付出一个惨痛的代价 因为这件事肯定会传到亚苏联和国际苏联的尔罗里 那么亚苏联也肯定不会坐视不管 所以说接下来针对这一次球迷和球员之间的冲突事件 肯定会针对球员做出针对性的处罚 他们还能否参加接下来的失与赛 估计都是一个未知数了 对吧 这只伊拉克确实真的是内忧外患 问题重重 也已经失去了球迷对于他们的支持 这支球队 他们的问题真正的不是一天两天能够去解决的 那么有了这样一支比国足还惨的球队 垫底或许呢 也能够缓解李铁和国足身上的压力 人家亚洲冠军都已经这个样了 咱国足四场比赛起码还赢外一场 还进了五个球呢 对吧 咱们要比亚洲冠军要好得多 所以说呢 这么想想心里边也就顺畅多了 那么再次我们也是希望李铁和他的国足 能够通过前四场比赛 咱们的一个教训 能够深刻的认识到自身的部族 争取呢 在接下来的比赛中 打出一个好的成绩 咱们也打出个样来给伊拉克看看 看看咱们中国队 也是能够比他亚洲冠军强的 不是吗 好了 那么本期的胖周聊球 那先聊到这儿 喜欢胖周的别忘了点关注 胖周晚天这边您聊段球